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种的市民表示 他作为一名商人在西非的公司每天都在亏钱 想尽快过去看看 这座位于浙江省的小城 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率先向公众提供新冠疫苗的地区之一 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大量当地从业者对注射新冠疫苗有着迫切的需求 即使有风险也迫不得已 在浙江嘉兴也启动了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 该疫苗由中国民营企业科兴生物技术公司研发 优先提供给医疗人员等重点对象 疫苗不接受预约先到先得 但不会限制户籍 本地及外地人都可以注射 但对于接种原因 工作人员仅会口头询问 填写一份知情同意书后即可注射疫苗 同意书共有两页指 包括疾病简介 接种对象 疫苗作用 接种程序 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等 据报道 一小时内约有20多人前往该中心接种新冠疫苗 他们多数是要出国工作或有出国打算 对于非出国人员 中心工作人员会建议不用着急 但也不太会劝退 据《纽约时报》报道 自今年7月以来 中国疫苗生产商已为数万名国企员工 政府官员和疫苗公司高管接种了疫苗 接种人群将扩大到教师 游客和超市员工 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19日公布 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速由负转正 同比增长0.7% 在疫情依然广泛拖累全球经济的当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中国将是今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预计全年GDP增速1.9% 而全球经济将萎缩4.4% 按照消费类型来看 中国国内整体消费需求依然疲弱 但是前三季度中国网上零售额超过8万亿元 同比增长9.7%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4个百分点 除消费外 拉动经济的另外两架马车 投资和外贸均以有负转正 房地产开发投资则欣欣向荣增长5.6% 抵消制造业下滑的部分 外贸也实现有负转正 中国在全球疫情下率先恢复经济 在深陷疫情泥潭的各国中表现抢眼 拉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尽管中国疫苗研发有正面消息 但是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威胁还未消除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认为 2021年底前 疫苗不会在全球范围内应用 他表示 疫苗的任何有害副作用将损害中国制造疫苗的正面形象 而一个不效疫苗则可能先使人们拥有虚假的安全感 这种情况将对市场信心和经济表现产生长期影响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